今日,中国拼协换界筹备组组长刘国良,因日本拼协集中小号二先生邀请,赴日出席了日本T联赛的开幕式活动,对于日本号称的世界顶级拼华联赛T联赛, 刘国良非常婉转而又不失透彻地谈到了自己的看法,其观点之先宁,大有法科为主的味道,本次日的拼协替联赛开幕式,刘国良接到日拼协集中小号二的邀请,为更好的促进世界乒乓运动交流,同时体现大国风度,刘国良应邀赴日参加了该项画动,他首先对好友松小号二对乒乓运动的奉献给予了肯定, 认为,T联赛是松小号二准备的七、八年的时间,是一个梦想,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敬,也非常感人,包括福云爱能够在现在还推广乒乓球,我觉得他们都在为他们的国家,为乒乓球这项运动在做贡献,这点上自己还是挺敬佩的。 众所周知,日本拼协为了打造世界顶级乒乓联赛,T联赛,曾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,希望中国拼超球队,及顶级乒乓运动员参加该项赛事,并为此开出了十分有人的丰厚待遇条件。 对此,中国拼超联赛各俱乐部,都予以了拒绝,而丁宁、刘诗文、马龙、旭新、白震东等国拼领将,都一致进行了回绝。 截至目前,只有极少数几个中国退役选手和二线球员,以个人名誉参加了该项联赛。 对此,日本拼协及相关人员,曾多次表示非常失望,此次日本拼协邀请刘国良赴日,一方面是想见刘国良的名气称下门面,同时也希望通过刘国良,将更多的中国选手进入日本P联赛。 对此,刘国良在接受采访时,其至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如果说想要排养冠军的话,我觉得还是应该到中国来,因为环境不一样,土壤不一样,竞争不一样,对球的认识理解不一样,至少在目前来说,中国还是世界上绝对的乒乓超级大国。 刘国良同时认为中国的乒乓球,像美国的篮球一样,他之所以成为国球,他群众的基础和实力,人才的储备,这个都是别的国家不能想象的。 显而易见,刘国良认为日本的P联赛,并不能代表世界乒乓运动的真实水准,而刘国良用四个不一样,来形容中日乒乓,其实是从侧面回应和提醒日乒,不要忘了谁才是世界乒乓真正的老大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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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